上回讲到司空马成为召唳军中 专门负责向召唳提供大变用的木桶的一名士藏 随军出发开赴战场了 十几斤重用松木造成的变气 刚刚扛起来的时候 还觉得轻飘飘 好像变树叶一样 但是既没得给你放低 又没得休息 不断托着他奔跑了一段路之后 他就开始感觉到肩头上有一种沉重的负担 好在军衣召唤 就只是背着个轻飘飘的药朗 偶然帮他抗一阵 等他有机会休息 这个召唤 小过司空马十几岁 是召唤的一个用蒜盘枝打的那种质疑 他满面是无忧无虑 一路上 硬是对司空马说 召军一定能够打败秦军 将秦军打到屁滚尿流 司空马就问他有什么医术 他就大言不惨地说自己包衣白病 若都病脆 渺手回春 旅途寂寞 他得闲过头 也乐意和司空马 谈东 谈西 然而司空马更多的心思 是观察大将军召唤的举动 所以 一味 一味 咦咦咦咦咦 用这些知类三言两语 来躺塞赵房 赵房行下 聊聊 就发现司空马 好像有什么心事 司空马就问 谁有呢 我心里是想着赵军不知道打不打得赢秦军 赵坊还是那一句 哎 我就告诉你 我们赵军是一定能够将秦军打到屁滚尿流 相信我啦 每到注地 司空马的差事就非常简单 将变气安放在视线立好的帐篷里 然后就站出去帐外等候 赵军排泄完了 他就捧弃那个变气 走到帐篷外面某个角落倒了 再用水泥洗擦干净 放回原来的地方 哎呀 赵军拖出来的东西 又没有规律 一时就撕 一时就撕 司空马就不知道赵军何时需要用变气的嘛 赵军来的时候 往往会带着两名全副武装的军筛护围 左右在帐篷外面一起 赵军还没搞定的 那两个护围军筛就动都不动 而他大解的时候还会很技巧地蹲上变气岛 不过小解就很随便了 一个人任何地方都可以搞定 反正军营之中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他的小变处的了 而每当这个时候 司空马就总是很激净地望着左望着右 寻找着动手的机会 就快到上党棍的时候 一个昏暗的夜晚 司空马看到赵军从大将军帐幕里面 没有带到护兵就走了出来 独自一个人走来变厉 司空马一看 心就啵啵声跳 紧张地伸手入怀 握住一把匕首 随时就准备刺杀他 司空马看到赵军进去了 立刻就偷偷摸摸地接近张棚 听着赵军用力的声音 他就很敏捷地喘了进去 在那股臭气昏天之中 将把匕首用力一插 就插入赵军的后背上 接着他就听到 一声 一个人很快吹 就趴下那些黄汤六份之间 司空马心想 照顾身上的血水 流下来 跟那些黄色的 绿色的东西混在一起 一定会非常之欲酸 不过当时很黑 他也没有心思再去欣赏 现在最紧要的 就是快点逃走 司空马把匕首拿出来 闪到出去最外 这个时候的四周围 是万赖无声的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他就望着左 又望着右 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他就把那把大血的匕首 扔了到一棵树的下面 这个时候 他又不想立即逃走 他想看一看 发现召喀被人杀死了之后 军中那种群龙无首的慌乱情景 于是他就回到自己的帐中 拿下睡觉 在那里辰转反侧 设计着自己看完他想看的一幕之后 如何逃走 天亮之后 帐篷外面就响起了一片 集乱的脚步声 兵器的碰撞声 不时就听到有人大声地喊 快点抬他出来 抬他出来 抹干净的血 派人四周围守杀 司空马明白了 一定是召喀的尸体 已经被人发现了 这个正是他梦寐以求 想看到的一幕 他就若无其事地 走出帐篷外面 眼前的情景 和他心里面估计的 是一模一样 扎到持臀的兵桌 密密麻麻地 五步一缸 十步一勺 他离远就看到四个人 抬着一具尸体 那具尸体就用东西包住 看着他们抬走了 司空马真的沾沾自起 望着一阵之后 兜过一座帐篷 刚刚想说逃走 就见到远处人虫之中 就仿动着一张 经常在老海之中出现的面孔 蛤 那个人不是就大将军召唤 他吓得云飞泽 被一帮副将和幕僚 束拥着的召唤 正在指手画脚 不知道在说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昨晚发生的一切 都只是自己在做梦 又或者 难道今天早上清晨 碰到鬼 士空马是努力地 搜索着自己的记忆 在他的脑海之中 闪现过昨晚的一举一动 都是真真切切的 他真的搞不清楚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他就拿下 好像有空没有事 在那儿散步那样 走一走一走一走 就去到昨晚 他扔下那把匕首的 那把树仔下面一看 那把匕首和血迹 还是摆在那里 士空马明白了 一定是昨晚自己杀错了人 昨晚杀的那个人 根本就不是召唤 还未来得及 被士空马想出 他应该如何重新行动 就和很多徐从侍卫一齐 被召集到一块草地上 听军卫训话了 士空马听到军卫 好像往上一样点卯 那人就大声地回答 有 然后就说 从现在开始 大家不用再为大将军 召唤服务了 大家即将成为 某城战车上面的军卒了 士空马忽然之间发现 奇怪哦 队伍之中 本来站在旁边的那个 应该是召唤 但是现在不见了他 难道由于他和召唤 是有些亲戚关系的缘故 留下了 士空马于是就去找召唤 想和他告别 召唤就告诉他 大将军召唤的徐从侍卫之中 已经混入了秦国的奸细和刺客 昨晚还杀死了一名大将军的副将 士空马才明白 哈哈 这就算他不幸 谁叫他用了召唤的变气来大变吗 士空马和很多军卒被人压介着开往前线 他不知道 明运是即将千军万马熬战的上党军 为他准备了些什么 秦召两军对视的上党军 是山雨欲来丰满流 公元前的二百六十年 召唤挂上岁印 来到长平 代替廉婆 统领着四十万大军 他一反廉婆原来的部署 更换了底下的一些将领 撤除了防御攻势 准备大举出兵攻打秦军 秦军看到召国中计 又换了主将 暗自高兴 任命白喜为上将军 改任皇陵为偏将 挣派了大批的援军来到长平 白喜就针对召唤高傲轻敌的弱点 使用有敌之计 故意打几阵败仗 不断地后退 那个召唤自以为得意 出兵来追击了 这个时候 白喜就派出了两支精锐部队 预回包抄去到召军的后面 将召唤的大军 设成了两段 首尾不能呼应 又另外派出五千名轻兵 截倒召军的盈旅 使得召军失去了根据地 秦军又派出精锐的骑兵 不断往来偷襲召军 结果就搞得召军旅战旅败 只得就地扣足盈旅 再由进攻就变为防御 还要在等待援军的到来 秦军包围召军的捷部 传到秦国的都城咸阳 潮商王真是十分有趣了 亲自来到河内 将当地十五岁以上的南丁 全部都组成军队 调到长平战场东北面的高地 切断召国的援兵和梁岛 赵军被围困 断粮断吹四十六日 饥饿的士兵 实在饿都没办法 就互相撕杀 剃了对方的尸体来吃 这种情况还极为严重 赵军组织了四支突围部队 轮回突围 企图打开一条血路 但是 秦军就好像铜墙铁壁一般 团团围住 突破了四五次都没成功 最后在绝望之余 赵军就只好亲自率领精兵 披上后甲 骑上战马 强行突围 谁不知 赵军刚刚冲出阵前 就被秦军乱战射死 赵军失去了主将 没有人指挥就军心大乱 秦军就趁机发动猛烈进攻 赵军大败 只要举手投降 白喜就怕已经投降的赵军会造反 于是 就紧紧将二百多个娃娃兵的十多岁的 就放回到赵国 其余的四十万航卒 就全部活埋坑散 秦赵长平之战 是战国后期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赵国在这次战争中损失惨重 从此就失去了和秦国争夺天下的条件 秦国独霸天下的形势也都已经形成 再说回司空马 在这一场战争之中受了重伤昏迷了过去 他躺在地上 忽然之间被一阵刺骨的寒风吹醒了 他省大眼看下 看到广莫的穷仓之下 飘满了橙白色的月光 他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觉得自己的备绑 好像火烧火燎那样痛 他想了很久 终于都想起 自己是在和秦兵施杀的时候 被敌人的刀斩伤了 暈了过去 他就下意识地用手掩住伤口 咦 伤口湿沉沉沉 一阵声尾 他知道自己流了很多瘀 他拼命地挣扎站起身 摇啊火啊 最后很艰难地站定了 呼烧的北风 在战后的阵地上 扫荡着 银色的月光底下 周围都是微乱的战旗 横七树八的剑击 破碎的战车 还有星罗旗布的人 和马的尸体 飘荡着的血声气 令到司空马 真的差点吐了出来 现在 他才真是回忆回两军交锋前后的情景 他记得 他当时停立在一辆战车上面 随着赵军阵容的一阵骚动 前面是烟尘蔽日 劍击成林 秦军的战车都是八匹马拉的 并列四排 好像漫山遍夜的青沙障 望都望不到边 随着一阵惊天陷地的皮股石 秦军就以雷霆万军之力 向着赵军的阵地冲杀过来 而赵军的阵地 一下子被冲到七零八落 他就在千军万马的施杀之中 被秦军斩箱 昏迷了过去 也可能因为秦军 就当他已经死了 所以他就逃过了一劫 士兇马四肢无力 艰难地向前走 走啊走 走了很久很久 都未走出这一片阵地 当他走到一片山岗的时候 忽然之间就听到前面 传来隐隐约约可以听到的新人声 听起来令人无骨悚热 他侧耳再听一下 确实是有一个人在垂死惨叫 他就顺着声音走过去 看见到有一个人头突出在泥地上 借着月光 他蹲下看一看 哎呀 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呢 再仔细一看 是赵方啊 士兇马马立刻大声喊 赵方 赵方 赵方也都认出了士兇马 艳艳一色地说 士兇大哥 快点救 救我 士兇马马立刻找来一柄战刀 连华带奢 一直搞到天蒙蒙光的时候 才将赵方从齐坚深的土坑里面 奔回出来 赵方就用微弱的声音说 大将军赵方已经被乱战射死了 我们四十万召军弟兄 全部都被秦军行杀 士兇大哥 我和秦军不共大天 士兇马就说 不过 我们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我们快点翻回寒淡再说 于是 这两个气力衰竭死过翻山的人 就互相参赴着 开始穿越被无碍离漫战后的阵地 走到阳光灿烂的磅午时分 他们才将充满血声和恐怖的阵地 远远地抛在身后 前面 一片村庄已经遥遥在望了 他们也都实在走不动了 最后简直就是爬到了村口 没多远的第一户人家门口 他们筋疲力尽地 躺在一线柴门的旁边 艳艳一色 过了不知多久 柴门打开了 一位女子走出 看见他们吓了一条 哎呀 你们怎么样 各位 究竟这位女子是什么人呢 司空马和照访又到了什么地方呢 我们明天再组